欢迎世界 看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欧视TV 环宇天下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疫情卷土同来 法国越来越多的省份超越警戒线 美国建议5至11岁儿童接种辉瑞公司的新冠疫苗 法国面包将会涨价 贵一毛钱也让法国人叫苦不迭 反对苏丹政变的人被安全部队逮捕 国际社会向军政府施加压力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随着气温逐渐降低 新冠病毒又重新开始活跃起来 人民也开始担心新一波疫情会不会已经在路上 现实情况也是不太乐观 根据最新的疫情地图显示 法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省份 超越了感染警戒线 虽然法国的新冠疫情地图几乎完全处于绿色状态 大多数省份低于每10万居民50例新冠肺炎感染的警戒线 但是最近几天 这种趋势似乎被逆转 在几个地区已经观察到轻微的流行病反弹 根据法国卫生局10月21号的最新流行病学报告 在今年10月11号至17号的第41周 新冠肺炎在法国大都市的流行程度在增加 发病率明显上升 法国全国医院指标呈稳定趋势 整个国家的发病率现在已经上升到每10万居民51例 超过了警戒线 另外 病毒的繁殖率已经从0.89上升到1.05 这个数值如果超过1 就意味着这种流行病正在快速发展当中 截至10月9号 法国101个省中有21个省高于警戒线 在10月15号至21号的一周内 当局统计到了31个省 每10万居民中有50例以上的病例 法国大陆受影响最大的是 上卢瓦尔省 罗纳河口省和阿伟龙省 在地区层面 法兰西岛和普罗旺斯阿尔贝斯蓝色海岸的发病率最高 然而 最令人担忧的省份仍然是法属维亚纳和马提尼克 其发病率分别为每10万居民229例和132例 尽管最近几周已经开始下降 目前 新冠疫情已经出现了小幅的反弹 随着秋天的到来和气温的下降 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对此 法国政府也并不担心 在上周五被问及这个问题时 卫生部长阿里维尔维兰确实提到了小规模的爆发 而不是疫情大流行 尽管法国全国发病率略有上升 但与新冠肺炎有关的住院人数暂时没有反弹 这特别要归功于大多数法国人的疫苗接种 目前 74.2%的法国人已经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 法国科学委员会成员阿尔诺方塔内 在接受晚报采访时说 我们可以预计 随着天气转冷和疫苗的有效性降低 感染的数量会进一步增加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加强对高危人群的疫苗接种 特别是通过加强剂量的注射 随着新冠疫情死灰复燃 卫生防护措施的加强就势在必行了 美国政府建议5到11岁儿童接种辉瑞公司的新冠疫苗 尽管这种疫苗可能会导致儿童罹患心肌炎 但专家认为好处还是多于风险 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说服家长 美国政府打算建议5到11岁儿童接种辉瑞新冠疫苗 如果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在未来几天内批准这个措施 2800万美国儿童将有资格获得接种 对他们来说 尽管新冠疫苗有导致心肌炎的风险 但好处多于风险 美国的一个专家小组周二裁定 赞成用辉瑞生物技术公司的新冠疫苗 对5到11岁的儿童进行注射 这位美国大约2800万儿童接种疫苗铺平了道路 尽管卫生专家委员会的意见只是咨询建议性质的 但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极少会不遵循这个意见 如果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确实批准了这一年龄组的疫苗 最早可以在11月初开始注射 这个委员会由独立的免疫学家 传染病专家 儿童医生等组成 他们审查了辉瑞公司和卫生当局收集的数据 经过一天的讨论 其成员认为5到11岁儿童接种疫苗的好处超过了风险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彼得马克思介绍说 儿童感染新冠肺炎的概率也很高 在5至11岁的儿童中 自该大流行病在美国开始以来 已经记录了190多万个新冠肺炎病例 有8300多人住院治疗 约有100人死亡 为了支持其申请 惠瑞公司提交了一项临床试验结果 该试验结果显示 该疫苗在预防5至11岁儿童的无症状形式的疾病方面 具有90.7%的效力 惠瑞公司的负责人威廉·格鲁博认为 接种疫苗将有助于确保在学校进行线下学习 对对儿童的身心发展至关重要 此外 他补充说 儿童在普通人群中对疫苗的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会议之前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已经公布了自己对数据的解释 明确指出赞成批准 上周 法国总理让卡斯泰刚刚宣布了通胀补偿金计划 这周就传来了物价上涨的坏消息 而且是法国人生活的必需品 法棍面包 由于人工成本和运输成本的上涨 每根法棍可能要贵一毛钱 这让法国民众较苦不迭 由于原材料和能源价格飙升 一根法式长棍面包的价格将在未来几天内上涨几分前 作为法国人早餐的主食 这无疑会增加法国民众的日常开销 根据BFM电视台于10月22号援引法国全国面包师协会的话说 这种情况是闻所未闻的 原材料价格的飙升特别是小麦 可能会对面包的价格产生明显的影响 在一年中小麦的价格上涨了30% 面粉的成本已经飙升 而这正是面包店的头号支出项目 面包店的另一大开销是纸质包装 这部分成本也比去年更高 几个月来 能源价格一直在急剧上升 对于必须使用烤箱的行业来说 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而烤箱有时会整天运转 这将消耗大量的能源 面包师的工资上涨也是一个问题 很多面包师三年没有掌握工资 但是他们也要生活 所以对于面包店来说 请一个面包师的开销也在大幅上升 因此 长棍面包的价格很快就会上涨 这不应该令人感到惊讶 在法国 每个商店都可以自由的确定面包的价格 目前一个法棍的平均价格 为0.8欧元 来关注一下苏丹的局势 军事政变之后的苏丹依然处于混乱之中 据当地媒体报道 首都喀吐木的社区和街道被武装封锁 那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向军政府施压 同时为过渡政府提供帮助 据苏丹新闻部称 苏丹首都喀吐木的居民区和街道 被装甲车封锁 妇女被拖到地上 苏丹安全部队正在试图结束 反对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将军 政变的抗议运动 周三晚些时候 他们与决心维持其大罢工游行的示威者继续对抗 冲突发生在喀吐木东部的布里区 数百名抗议者在那里投掷石块 在喀吐木北部的郊区 安全部队使用了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 对反对派的打压愈演愈烈 苏丹最大的政党乌马党的一位领导人 与喀吐木的社会活动家和示威者一起被捕 晚上在一份媒体发表的声明当中 安全部队正在加强对首都的控制 居民区和街道被装甲车和持枪人员封锁 妇女被拖到地上 他们还敦促国际社会调查 针对和平抗议者的侵权行为 非洲联盟和世界银行对军队施加了压力 前者暂停了苏丹的机构资格 后者则停止了对这个陷入经济停滞 并受到冲突破坏的贫穷国家的援助 联合国驻苏丹特使沃尔克·珀特斯 周三会见了伯汉将军和哈姆多克总理 目前总理的人身自由被限制 沃尔克·珀特斯向伯汉将军重申 联合国呼吁恢复过渡进程 当然还要立即释放所有被随意逮捕的人 军队允许哈姆多克总理周二返回他在喀土木的家 他在周一的政变后 与组成过渡政府的大多数平民一起被捕 但据他的办公室说 他仍然受到密切监视 新闻部补充说哈姆多克一直无法与他的政治支持者沟通或见面 为了给政变一个合理的解释 伯汉将军在周二向媒体表达了内战的风险 但西方国家的大使们重申 对他们来说 哈姆多克先生仍然是总理 他的政府是宪法规定的合法政权 哈姆多克先生是苏丹过渡时期的政府官员 他在周二与美国外交部长安东尼·布林肯进行了交谈 并在周三与欧盟外交部长约瑟夫·伯雷尔进行了通话 据美国国务院称 安东尼·布林肯周三还与苏丹外交部长 马里亚姆·萨迪克·马赫迪通了话 就美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支持苏丹人民 要求由文职人员主导的民主过渡征求他的意见 另一方面 莫斯科认为政变是政策失败的必然结果 而联合国安理会一直未能就政变的联合声明达成一致 活动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在周六举行百万人示威 抗议者说 在这个长期生活在军事统治下的国家恢复文官统治之前 他们不会离开街道 以上就是本期《还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式TV网站 以及关注欧式TV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